世界上最危险的湖泊 曾经导致1700人死亡 被誉为非洲杀人湖 地球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湖泊 有的湖泊看起来美轮美奂 置身其中好像来到了一世界 有的湖泊看起来十分普通 但是却暗藏危机 能够杀人于无形 眼前我们看到的湖泊 就是非洲著名的杀人湖 尼奥斯湖 尼奥斯湖是一座火山湖 平均水深在200米左右 海拔高度1091米 1986年8月21日凌晨 向来安静的尼奥斯湖 突然变得躁动不安了起来 尼奥斯湖向外喷发出了 大量高浓度气体 这些气体迅速笼罩了 120米高的云层 笼罩半径达到了23公里 此次爆发事件 总共导致了1700人死亡 不仅仅是人类 此次事件致事发地的鸟类 牛羊和昆虫等动物全军覆没 世界吉尼斯记录 将尼奥斯湖 评为世界上最致命的湖泊 相关人士立即对尼奥斯湖 展开了调查 科学家发现 尼奥斯湖底 出现了高浓度的碳酸盐 看样子 周边火山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爆发了 最终 科学家们找出了尼奥斯湖 能够致人死亡的元凶 湖中喷出的气体 是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流入尼奥斯湖的温泉中 含有大量碳酸 源源不断的温泉流入 导致了尼奥斯湖 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 再加上尼奥斯湖四面环山 二氧化碳很难挥发出去 于是渐渐沉积于湖底 每年大概有500万立方米的二氧化碳 流入尼奥斯湖 通过测量得知 现在尼奥斯湖已经溶解了 数十亿吨的二氧化碳 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一旦爆发 后果是毁灭性的 因为任何动物 都会被困在高浓度二氧化碳中 窒息而死 那么 面对这样一座杀人湖 人类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不 当地官方已经制定了一个 比较可行的计划 科学家要采用人工方法 为尼奥斯湖排毒 来自四个国家的考察团 利用红锡装置 安全抽取 并且释放了湖中的二氧化碳 以及其他有害气体 除此之外 科学家还在尼奥斯湖旁边 安装了二氧化碳报警器 一旦检测到湖周边 二氧化碳含量超标 就会发出警报 这样一来 附近居民可以在第一时间撤离